人在狱中的前总统陈水扁又出招了 外传他不甘遭到冷落 现在要催生一个新的党 叫做台湾正义联盟党 等不及民进党出招来救援 前总统陈水扁打算要自救 命组一边一国党 他们阻挡了这个新生 民意要支持 人民要支持 本土的阵营必须去形成这个整合 要阻挡先抛出四大方向 另外一头吴淑珍再把球丢回民进党 这样坐下来谈 不要说因为救阿扁 让再也是一分裂 这不好 但一桌引发震撼弹 就怕阿扁感受不到温暖 苏贞彰盲探视 事情绝对是空穴来风 以陈建东的智慧 他应该不可能做出这种决定才对 绿营挫勒弹 但一旦阻挡 首当其冲的却是台联等亲绿小党 经常事事多 继续厚执基层实力 然后招募优秀人才 我觉得民众还是会给台联 最大的机会 令政治版图恐怕要大洗牌 导致国民党隔岸观火 国民党有病 国民党有病 台湾都有病 只要我病可以够这样就好了 所以不管他叫一边一国党 或叫做反一中联盟党 或叫做喊急动 那反正都可以 阿扁到底要不要再阻挡 都已经挑起蓝绿的敏感神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